全球现场来聚焦的是美国众议院今天压倒性通过要求TITOX和大陆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分离 否则将会全面禁止 而大陆外交部今天下午的例行记者会上头发言人汪文斌就严厉批评美国 他表示美国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要站为己有 根本就是强盗逻辑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 让美国站在了公平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立面 如果所谓国家安全的理由可以用来任意打压别国的优秀企业 那就毫无公平正义可言 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要想方设法据为己有 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美方对TikTok事件的处理将让世界更加清楚地看到 美国所谓的规则秩序究竟是有利于世界 还是只服务于美国自身 好另外来聚焦这个是东北亚的局势 美韩年度自由互盾联合军演在今天结束了 这是当然为了要因应的是北韩的威胁 还有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 而今年的美韩军演比较特别的是 除了动用原本的陆海空军之外呢 还增加了网络跟太空资产参与这一回的演习 其中户外机动训练增至四十八场 比去年还要超过一倍 除了美韩两军之外 包括了英法加拿大澳洲等十二个盟国 也参与了这一回的演习 而就在美韩军演结束之际 北韩官媒在今天公布了一系列 金正恩事成坦克的画面 南韩媒体韩联社就分析 北韩公布的新坦克 可能会用来取代过去的千码号 暴风号等等的旧型坦克 好我们继续带你来拆解 北韩大动作公布一系列的这个照片里面 还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好当然除了这一张是金正恩 是亲自驾驶这个坦克 试驾坦克的照片之外 也指出说金正恩对于坦克 现在他们新型的坦克 展现出来的打击力 还有机动性 觉得非常的满意 同时间他也向现场的 北韩的士兵来喊话说 未来要持续进行实战训练 提高战斗能力 好北韩官媒更是放话说 这一次的演习 就是涉及敌方首都设程范围 当然就是说的是南韩的边境部队了 好同时今天在这个中东局势不稳之境呢 来看到的是中俄一 先前三方在阿曼湾这边举行 名为安全纽带2024的联合演习 而其实对于中俄一三方的这个演习 其实外界很多解读都认为说 这是不是等于说三国的军事同盟 更加的紧密呢 而中国大陆的环球时报 今天发表了社评评为说 中俄一的连演不是威胁 而是安全纽带 指出说三方是不可能就此结盟 也不可能会朝着军事同盟的方向发展 似乎就是希望可以说明一下 外界对他们的一些职责 另外呢 为了要加强在第一岛链这边的防御 美军打算在2025年的建军计划当中 提出了42亿美元 要采购的是八套陆射型的战斧巡弋飞弹系统 未来要部署的就是在这个驻日的美军基地这边 好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在美国时间13号的时候发生了训练爆炸意外 这是在加州举郡当地的一个训练设施 因为爆炸所以导致有16名特种部队跟战术部队的成员受伤送医 透过这个空拍画面可以看到呢 就是这一座位在加州尔湾区的训练场 当时的监视人员正在现场进行搜证 当地警方表示这个爆炸发生在13号下午大约是快一点的时候 但是目前不知道爆炸原因为何 但事故发生的时候 拆弹小组在进行训练 其中有16名特警受伤 其中有一个人伤势是比较严重的 好说到了爆炸案 我们持续带你来关注的是大陆河北狼坊 验交证在昨天发生了大爆炸 目前已经知道7个人死亡 27个人受伤 但这第一时间呢 所有的记者们都到现场想要连线报导 但没有想到这个官媒央视记者 在现场直播连线的时候 遭到了当地的警方粗暴的驱逐 而这样的画面全部也都透过了直播播出去了 引发舆论热议 洪带一山巨像正值上班上学期间 河北一家炸鸡店发生爆炸事故 为力之大整座大陆坍塌 周围被以为平地 引起大陆各界关注 当地是在500米之外 是架起了一个安全的警戒线 那么在这个现场呢 我们能够看到 来自这个应急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 也正在介入 大陆阳市记者现场直播当下 数名黑衣人居然走到金头前 阻止拍摄 直播随即遭到中断 留下棚内主播一脸错愕 接着媒体履行职责 但却遭到警方粗暴对待 离谱画面引发舆论炸锅 且这还不是当天 唯一一起 现场记者当时录影自爆 显示央视多名记者 遭十几名援警推及阻拦 强行劝离 影片流传开后 中国记协罕见发生批评 强调正当采访是记者权利 要求地方政府不能为了控制舆情 粗暴阻扰记者正常履职 被世外官方喉舌的前 环视总编辑胡锡进也忍无可认 痛批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不尊重 各界强力关注之下 当地官方最新通告 解释当时担心仍有天然气外漏风险 因此出于善意将非工作人员驱离 但坦诚做法确实粗暴简单 引发外界舆论质疑 对此向央视等接着媒体省省致歉 接着综合报道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糖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